MG结纲队长 我朝思暮想的MG结纲队长 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跟我一样 刚看独角兽这片子的时候 直接就被结纲队长这一顿微操给迷住了 看完后呢 就一直期待着结纲队长能不能出个模型 尤其是MG级别的 左等右等 一眨眼就等了13年 终于把这个MG结纲队长给判来了 但随之来的是480元的定价 以及MG结纲上本就有的诸多素质问题 导致这款产品虽然令人挺欢喜 但也没那么令人欢喜 不过呢 我这次也是难得在模型发售的第二天就拿到货了 用了一天的时间把模型干了出来 不但水口打磨了 甚至还贴了水贴 吞了消光 又熬夜了制作视频 以便大家第一时间能看到这款模型的评测 也希望大家动动大拇指 给APP一个一键三连回回血吧 谢谢大家了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P 新的一期奶袋工厂 说开始就开始 咱们先来看看外观 总的来说对比MG结纲地 新规的部分其实还是不少的 主要体现在胸部 胯部 背包 以及四肢上的重装装备 分色方面相当不错啊 只有桶子前端需要贴纸补色 其他地方像散热口上的多层分色 空口内部的分色等等 基本上都是完美的分色 模型呢也特别提供了 在PGU元祖 以及MG-EX强制 这种高规格模型里边 才会看到的3D警示灯贴纸 虽然数量不多 但可以理解为 这是万代对这种高昂的定价 做出的一点点补偿吧 唉 说起这价格呀 就不得不说说这费件了 其实费件量还真的不大 主要都是一些外甲部分 据说呢 是还能还原结纲地的 就是少了盾牌的一些零件 而这款宇宙机体啊 又没有提供支件 说真的啊 这重装杰刚 重装的零件也没那么多 我这次是真的想不通 万代要把价格定这么高的理由了 可能就是对杰刚队长的人气 很自信吧 而由于MG杰刚本身外甲就比较素 因此呀 喜欢细节的朋友们 要贴一贴水贴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 不贴水贴的话 速度表现大概是这个样子 另外呢 这款模型像手臂 以及腿部的附加装甲部分 板件都是偏消光质感的 不喷消光也挺好看 对于没有条件喷消光的小伙伴们来说 是一个小福音了 话说看动画的时候 没仔细看 看官方产品图的时候才发现 这重装杰刚的脸上 是戴着一个面罩的 总有一种戴着口罩的感觉 再加上这个配色 说实话 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 再来看看内构 基本是与MG杰刚是一样的 也是让我很失望的部分 虽然做出了一些机械细节的纹理 但是全身零可动的表现 对比MG2.0时代那些机体 真的是差太远了 就说这腿吧 好歹给个压压杆联斗 应该不过分吧 只能说最好的年代 一旦过去了 就真的回不来了 接下来看看可动的表现 头部的关节莫名其妙的松 不知道我这是中甲了 还是都这样 抬头角度优秀 低头角度也够用 转头受肩甲的干涉 角度不是很大 手臂平台七八十度吧 曲肘可以让手过到肩板 手为四指替换造型手 大拇指除了根部的可动 还有一段额外的可动关节 手腕提供了一定内扣的可动角度 但遗憾的是没有提供侧摆的可动 也导致了这款模型 无法还原杰刚队长 突刺插地力的时候那个动作 顺带一提 这个握拳手型真的是太容易掉了 我随便把玩了下 这两边的造型手就都掉了 腰部侧摆和前后摆 只有比较小的可动角度 腹部旋转角度够用 前踢能达到九十度 下拉跨部关节后呢 侧踢能够达到九十度 后踢角度够用 大腿根部提供了一定的旋转角度 但是这里的关节非常的松 外甲也很容易被挤开 这把玩体验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好了 曲腿差不多一百三四十度吧 脚掌的接地只能说有 但是真的有限 摆造型的时候重心还是挺难把握的 前脚尖这里提供的这个独立可动啊 用处也比较小 背包部分三个尾翼有独立的竖轴可动 缺点就是上尾翼的可动角度比较小 而下尾翼呢又缺少了横向的可动 导致在还原动画中拔刀劈砍的动作时啊 背包不能像动画里那样插开 这整体造型就有点呆呆的 驾驶舱的展开则需要将胸甲中间的折叠 外甲全部展开之后 再打开内部的驾驶舱盖板 才能看到里面的驾驶员 这C扣也比较多啊 大家一定要小心操作 外甲提供了武器收纳舱的结构 打开盖板后还可以把武器舱拉出 内部可以收纳榴弹或者是光束军刀剑柄 其中榴弹一共给了四个 而光束军刀剑柄呢 则提供了两种样式各一对 通过武器收纳舱的展开结构 也可以和原动画里面 机缸队长拔刀的动作 配件部分提供了一对光束军刀特效件 一对掌勤手 一对空心握圈手 一对持枪手 以及已经安装在手上的实心握圈手 火箭筒部分我觉得是真的有点短了啊 或许机设就是这么长吧 但是做成模型啊 我还是希望考虑到美观 稍微整长一点啊 这摆起造型来真的是差点意思 另外模型还提供了一个结构标配的步枪 以上就是这款模型的全部内容了 总的来说呢 模型外观非常的还原动画 至少从外观角度来说啊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但由于MG结构本身素质就很一般 很多问题也会遗留到这台重装结构上面 加上其高王的定价 单顿性价比啊 绝对是不太推荐购买的一款模型 但万代终归是万代 他就说一句话啊 MG结构队长 500我独以会买 像咱们这样喜欢这台机子的人啊 是实在没办法了 说白了就是被拿捏了 好 行了 今天这视频这么多 喜欢小伙伴点赞上的投币 我们下次再见